病人脑部受到了撞击 记忆只停留在了七岁 姐姐 这医药费 一千八百三十 这都是你今天花出去的钱 还钱 算了 我要去上班了 你在家里不去乱动啊 我再听这一遍 你给我摆正你自己的位置 你是被捡来的 我家里的每样东西都是要花钱的 你要是弄坏了 你就完蛋了 完蛋了 不许乱动啊 听说了吗 我们的新总裁身边失踪了 而且我听说小帅经理要上位了 所以方案才会要得这么紧 这么紧包 新冠生日三八五 先把方案做好吧 哎我回来了 哦 一定是我的打开方式不对 哎姐姐 你看看我画的好不好看 这房子是我租的呀 你走吧 我扬不起你了 哎哎不姐姐你别赶我走 我有钱 就看你的 嗯 有多少钱 个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千 啊 早就像用三颗树的乳球BB7 给我的房子换个颜色了 可算是有机会了 好厉害啊 要不是看在你可怜 还有那张卡的份上 我早就把你丢出去了 喂 喂 等一下 等一下 方坐好了吗 啊 马上坐 哇 怎么创新吗 姐姐 可以这样解决啊 果然 傻人有傻福啊你 姐姐开心就好 吃的都给你买好了 我去上班了 记得我说的话 方案都出来了吗 我做好了 帅经理 度假村依山傍水 我们可以采用武侠的形式来创新 借用山水园林的形式和融入武侠的灵魂 娱乐市上也可以配置一些跟武侠相关的元素 这样既能度假也能感受到浓浓的武侠氛围 这方案是谁告诉你的 我一个朋友给我的灵感 朋友 是的 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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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今天晚上去吃那个 固 固 我走了 多谢这段时间的照顾 走了也不说一声 你找谁啊 丽霞小姐 这是顾总让我交给您的 邀请您参加今天的宴会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